有店也不心慌 我的荒哥 包说给你180万 你会干啥 买车买房 还是娶媳妇 然而嘎子却不一样 他把money塞进墙 仔细用木板遮挡 那是一分也不敢花 只因这些money 让他心惊胆战 三个月前 嘎子从姑妈那里 继承了一栋别墅 本来这房子挺值钱 但高额的遗产税 让嘎子欠了一屁股债 嘎子打算修缮别墅 自己住 把失去的房子卖了还债 还把房子地下室 租给了一个壮汉 获得修缮资金 壮汉狠手信用 道月给他现金 而在国外 能用现金付房租的人 基本上都是土豪 只是壮汉有个毛病 看电视声音很大 严重影响了嘎子两口子 锻炼身体 嘎子看着刚到手的房租 小千钱 心想忍一忍 能有更多小千钱 然而几天后 嘎子忍无可忍 壮汉电视声音 一连响了五天 嘎子猛踹地板 让壮汉小声一点 壮汉却不打理他 他透过窗户缝 偷看壮汉房间 这一看可不得了 电视上节目还挺劲爆 再播放灭霸大战奥特曼 嘎子打开壮汉门 想进去多看几眼 一股乐臭扑面而来 壮汉躺在沙发上 已经身亡 脸上还趴着一只小枪 老探长赶来运走尸体 通过化验发现 壮汉是嗑药过量 导致死亡 嘎子一看壮汉没气 和他没关系 带着媳妇收拾房间 准备再次出租 抬头一看 却发现天花板上有块泥 他从天花板上拿出一个包 包里竟然有22万英镑 嘎子打算私吞这些钱 偿还银行贷款 媳妇却认为 这些钱来路不明 交给老探长最安全 正当两人争论时 老探长来到了门外 嘎子手忙脚乱 把钱塞进烤箱 招呼老探长进屋 老探长直接走向烤箱 而烤箱门正卡着一捆钱 嘎子眼中满是慌张 媳妇却很淡定 来到探长身边聊天 探长走后 嘎子两人那是彻夜未边 最终嘎子做了个决定 把钱塞进墙缝 用木板封起来 等风头过了 再拿出来花 媳妇也默认了他的做法 而他为了万无一失 特意给老探长打电话 以处理壮汉一物为理由 询问壮汉有没有亲人 探长告诉他 壮汉没有直系亲属 这一下他更加高兴 壮汉没有直系亲属 这笔钱就能彻底属于他 此时银行发来催款单 他悄悄拿出一部分钱 还了银行贷款 媳妇也悄悄拿钱 咨询做试管婴儿 要给他生个儿子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笔钱让他们惹上了 一个大杀神 在一家酒吧里 黑帮大哥黑心哥 争恶狠狠地打台球 这是最狠的打台球方法 在小弟嘴里塞上红球 把小弟摁在台球桌上 黑帮大哥黑心哥用球杆 向小弟猛怼白球 只是准头有点差 一个球都没撞上 小弟想躲避 却被按着头 脸上表情害怕的抽搐 最终小弟彻底认怂 说出远房大表哥躲藏的地址 黑心哥来到小弟面前 抄起球杆 把红球怼进小弟喉咙 送小弟上了西天 看着纸上的地址 黑心哥身上爆发凶狠杀气 原来几天前 黑心哥带着一群手下 从毒枭老黑手上 抢了一批货和一大笔现金 结果一个小弟叛变 崩了一个队友 拿着货和现金逃了跑 至今下落不明 黑心哥按照地址 来到叛变小弟躲藏的地方 而这里就是嘎子之前 出租给壮汉的房间 黑心哥变成哈士奇 一顿拆家 发现天花板不正常 从天花板上找出了丢失的货 却没有找到现金 黑心哥认为 是房东嘎子拿走了现金 这时嘎子正好回家 黑心哥怕暴露身份 带着小弟撤退 嘎子看着混乱的房间 知道有人上了门 而老探长也上门调查 询问嘎子突然有钱 还贷款的事情 嘎子拿出伪造的收入支票 打消了老探长的疑虑 然而麻烦还没结束 嘎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要和他单独见面 他赶到见面地点 对方竟然是毒消老黑 老黑问他是哪伙人 他告诉老黑他啥也不是 只是有个有点上火的人 老黑看他还挺淘气 当场放他离开 而他从老黑眼里 看出了一丝杀气 心里有些害怕 打电话向老探长求援 不料他刚回到家 黑心哥突然出现 一铁棍子把他抡翻在地 把他扔在墙上 用黑虎掏心掏他腰子 让他交代钱藏在哪 他用铁头弓撞碎黑心哥鼻子 却让黑心哥爆发怒气 放了大招 抱着他在地上摩擦 用铁棍加断他手指 摘下腰带 捆住他的手 要继续折磨他 这时他媳妇回了家 黑心哥一把锁住媳妇的猴 用媳妇威胁他 他为了救媳妇 只能说出钱藏在墙缝里 黑心哥带着媳妇来到地下室 媳妇心里一阵盘算 如果黑心哥拿到钱 肯定会杀人灭口 自己绝不能任由黑心哥摆布 媳妇告诉黑心哥 钱不在这里 藏在别的地方 只要黑心哥承诺 放他们一命 就带黑心哥拿钱 黑心哥假装同意 让媳妇带路 媳妇一边上楼梯一边数数 说钱就藏在这个台阶下面 趁黑心哥不注意 一脚踢飞黑心哥 打开急走 跑出地下室 恰好遇到老探长赶来 黑心哥一看 没有继续下手的机会 只能选择撤退 而老探长在调查现场时 发现了藏在墙缝里的钱 老探长告诉嘎子两人 如果这些钱被曝光 他们要在监狱待十年 嘎子两人一脸懵圈 心想弄点钱还真难 让老探长网看一面 老探长给出第二个选择 假装把钱还给黑心哥 在见面时 协助老探长逮捕黑心哥 嘎子两人一看没得选 只能同意 老探长在钱里放上追踪器 告诉两人 把钱交给黑心哥就撤退 剩下的事情 由老探长解决 然而两人心中 还是有了小算盘 他们不想把命全押在老探长身上 毕竟老探长 人老猪黄 战斗力不怎么强 两人暗中找到毒枭老黑 告诉老黑交钱地点 让老黑去现场 和黑心哥大战 第二天嘎子两人 拿着钱来到广场上 老黑和老探长也已经到位 黑心哥在暗中观察嘎子两人 正当一切平稳进行时 一个警察出现 突然对老探长开枪 然后凤狂追杀嘎子两人 两人迅速开车离开 老黑和黑心哥也只能无奈离开 而老探长穿了防弹衣 被送进医院 只受了点轻伤 领导来看望探长 却对探长冷嘲热讽 说探长女儿活该没命 原来领导受了黑心哥不少好处 四处替黑心哥打眼户 而探长的女儿死在黑心哥手上 为了给女儿报仇 探长四处抓捕黑心哥 损害了领导的利益 另一边嘎子和媳妇 躲进姑姑别墅里 准备暂时躲一下 不料 黑心哥真心是黑心到了家 把婴儿和婴儿的妈妈捆成粽子 威胁嘎子和媳妇 嘎子两人为了救好友 把别墅地址告诉了黑心哥 挂了电话之后 两人就开始做猎杀准备 木头削尖竖在地板下 浴缸里倒上汽油做成陷阱 拿出钉枪做远程武器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静静等待黑心哥出现 黑心哥让小弟看守人质 亲自来到别墅门口和嘎子见面 拿出小刀戳穿嘎子腰子 让嘎子暂时失去战斗力 用嘎子威胁媳妇儿 媳妇儿扔出一堆钱 让黑心哥释放人质和嘎子 黑心哥心里很得意 认为自己占了上风 命令小弟把人质带进别墅 还要上楼找媳妇儿麻烦 结果地板突然断裂 黑心哥被木棍戳穿 成了糖葫芦 小弟一看黑心哥成了肉串 抬枪就要杀人质 嘎子藏在地板下 用钉枪戳穿小弟脚掌 小弟对地板碰巧开枪 嘎子一个闪现 躲过所有子弹 人质趁机跑上楼 和嘎子媳妇儿会合 媳妇儿让人质抱着婴儿 通过天窗爬出别墅 不料外面还有一个小弟 拿枪瞄准人质 眼看人质就要没气 关键时刻老探长出现 一脚地板油加速撞飞小弟 由于冲击力太大 老探长也晕了过去 人质怕孩子受牵连 迅速离开现场 而在别墅里 小弟拔出脚上的钉子 缓慢爬上楼梯 在厕所里清理伤口 却意外点燃了浴缸里的汽油 这时老黑带着手下 也赶到了别墅 老黑悄悄上楼 一枪撂翻黑心哥小弟 而嘎子趁老黑开枪 偷袭老黑手下 一颗钉子扎在手下额头上 手下跪在地上 磕了个头 当场跪戏 老黑一看手下没了气 气得一脸惨白 爆发浑身战斗力 四处追杀嘎子 嘎子也是爆脾气 拿起钢管偷袭老黑 不料老黑皮是耐燥 丝毫没受伤 用出公主抱把嘎子砸在地上 锁住嘎子的喉 让嘎子不能呼吸 眼看嘎子就要断气 黑心哥的小弟却残血复活 一枪崩了老黑 再次瞄准嘎子 嘎子媳妇闪天偷袭 抱着小弟掉下楼梯 小弟却很疲势 锁住媳妇的脖子 嘎子想上去营救 却被老黑尸体压着 根本无法动弹 关键时刻老探长醒了过来 抬手一枪崩了残血小弟 救下嘎子两口子 而整栋别墅 却被大火烧成了渣渣 嘎子和媳妇被送进医院 老探长的领导却制造新闻 说两帮匪徒在别墅大战了一天 双方全部阵亡 而这笔功劳都记在了领导身上 老探长来到医院 把别墅里剩下的钱 都给了嘎子两人 等嘎子两人康复后 他们决定去别的城市生活 而媳妇却藏在房子里待了很久 拿着一个包走出房间 里面竟然有十万英镑 和一个变红的厌运棒 原来媳妇发现自己怀孕后 悄悄藏了十万英镑 又来养孩子 看来嘎子媳妇还挺贪财 就这样穷小伙嘎子 干掉两个大佬后 得到了十万英镑和一个娃 从此嘎子拿着钱带着媳妇孩子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居中 你肯定遇到过惹人烦的邻居 晚上不睡觉 电视声音嗷嗷叫 请一定要原谅他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还有可能他会变成财生爷 送给你一大笔财产 就像嘎子那样一口气赚了一大笔 过程虽然很艰辛 但最后的小千钱是真心田 好了今天电影都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方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